新冠肺炎在全球各地仍然肆虐 疫情下香港各行各业为求生存 开始放弃传统零售模式 改投新兴的电子商务 在香港有经营本地游及海外游的旅行社 为维持公司运作 积极发展线上销售平台 希望顾客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 也能购买一国新头好 以转型运营电商行业的 日本旅游专门店负责人陈先生 向记者诉说 疫情前前往日本旅游的旅客多 旅行社生意稳定发展 疫情爆发后却无人问津 于是转战电商平台 我们的业务性质全部都是以 介绍日本当地的景点 介绍当地日本的文化 自2月底3月开始 公司停运 就是叫做冰封座 平时很喜欢去日本玩的 但这个期间大家都去不了 不如我们就暂时转一转个营 或者可以当第二个副业去做 试一下尝试一下 透过用电商的途径 看一下可不可以我们开个网站 售卖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产品 或者我们当时我们平日香港人 很喜欢去日本的时候 买的一些产品 我们试一下运回来买 陈先生的电商平台至今已运营7个月 虽然平台的收入远远追不上原来 但也足够应付公司日常运营开支 经过不断在不同社交平台宣传 电商平台下单客人数量也得到明显的增长 这个现象令陈先生对未来继续经营电商 充满信心 因为百花齐放能有助行业获得更多消费者注目 但他同时认为 要成功经营电商平台 是需要比经营传统零售付出更多的信力 当我们自己是一些人肉社份 24小时工作 做电商平台不单止是需要很多心机 很多时候了解个产品是因为我而识个产品 所以我要100%完全了解个产品 令到你永远觉得好 下次再信任我 时间 金钱都是 是的 要慢慢建立和客人要互动 不是说你开个email address 跟着有个电话就可以立刻做到个电商 是可以做到 但是成不成功是第二样东西 香港美容零售商卓越 近半年也积极发展线上行销 位于香港泉湾的总部大楼 更建造过万尺的直播电商孵化基地 基地内设有多间 配备专业直播设施的直播间 及不同类型的货品 卓越执行董事林志盈谈言 希望借此能成功培训 本地电商人才 直播电商 社交电商 其实是今年大概年初2月到3月的时间开始做的 这个也正正是因为疫情影响到香港零售业 进入一个寒冬 所以我们就在想着有什么新的方法 去做自由行 或者是游客的生意 如果我们用电商的话 其实都可以捉搭一些以前 来买过我们产品的一些消费者 例如现在我们其实不仅是买美装的 我们会卖生活百货 我们会卖食品 我们会卖一些教育用品 玩具 以至到未来可能珠宝 甚至其他产品都会做的 过去十几二十年内地电商的发展 也都令到这个地区 我们看到例如深圳广州 以至到东莞 这些地方做电商其实是很活跃的 香港市场更大都只是780万人 但是整个大湾区已经在说7000万人的市场 所以任何香港的商家 他们想通过电商去发展的话 那无疑结合香港的优势 是可以更容易取得成功 和更快取得成功 香港电商协会会长李基全 坦言疫情反乘了香港电商的催化剂 不同类型的中小型电商公司 数量翻倍增长 李基全形容情况如雨后春笋 本身香港透过国内自由行 或者海外游客 我们讲一年七八千万游客的情况下 我们根本本地的零售商 或者本地的品牌商 其实他们不是很注重电商的 他们觉得这个只是我们的甜品 只是我们其中一个的生存途径 没有想过就是说 原来电商需要投这么多资源 但是透过疫情这个加速器 都突然间一下子雨后春笋地爆发 李基全表示 香港作为世界自由港 基本所有货物 都是可以经过香港中转出售 这也是香港发展电商行业最大的优势